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迎来闪电大选的消息甚嚣成上 首相署国会及法律事务部长拿督达基尤丁表示 选委会时刻准备好迎接闪电大选 并且已经展开多项准备工作 更多详情我们马上连线 人在现场的本台记者林晓彤 晓彤请说 是的丽莎 达基尤丁今天在国会下议院表示 选委会已经着手准备闪电大选的事宜 包括培训官员 选举期间需要使用的各种系统和器材等等 那为了确保选举的过程呢 在疫情期间可以顺利的进行 选委会和多个政府部门还有单位协商 并且制定了一些措施 我们来听听看达基尤丁的说法 SPR juga akan mewujudkan lebih banyak lagi pusat mengundi tambahan ke atas daerah mengundi yang mempunyai bilangan pemilih yang tinggi SPR juga menjalankan urusan pengemas kinian daftar pemilih dari semasa ke semasa 另外呢对于各界建议我国 要落实电子投票制度 达基尤丁就透露 选委会确实有在探讨这一方面的 不过呢因为有很多国家他们落实了电子投票之后呢 就出现了一些技术的问题 还有选举的结果被质疑等等 所以迫使这些国家必须要重新检讨电子投票制度 甚至是重新落实传统的投票方式的 所以我国呢目前还是会以现有的这个传统的投票方式来进行的 并且会时刻的改善 那另一方面首相单司令慕尤丁呢就经常强调 国盟政府不会对任何贪污的行为妥协 所以呢他在上任不久之后就要求所有的部长 还有国会议员呢必须在一个月内申报财产 行动党古来区国会议员张念群 今天就询问慕尤丁申报财产的进度如何 那慕尤丁就有解释 其实按照申报财产的道德守则呢 期限是三个月才对 目前只剩下小部分的部长还有国会议员 还没有申报财产 我们来听听看慕尤丁刚刚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三个月内申报财产 但是在这里有很多人 所以他们需要少量的时间 我相信他们会继续在这段时间 另一方面 昨天下午的国会辩论环节 行动党八远区国会议员林冠英 在发言的时候 就不断被多名的国盟议员打断 期间甚至是出现一些不当的字眼 那行动党日落动区国会议员雷尔 今天就在议会开始之前 援引议会常规 建议议长阿兹哈 可以转告昨天主持会议的副议长 也就是阿沙利纳 其实阿沙利纳可以当场采取行动 不需要在事后再查阅议会常规 他也希望议会可以在议员辩论 被打断的时候 可以暂停计时 以免议员没有足够的时间 完成他们的辩论 对此阿兹哈就表示 他会先和阿沙利纳了解昨天的情况 同时也促请议员们 如果真的有非常重要的观点的时候 才站起来要求发言 好的 丽莎 以上是我在国会这里 给大家掌握到的一些最新的资讯 先把时间交回给你 好的 感谢小童给我们上来的第一手消息 换个焦点 前霹雳州行政议员杨祖强 被控涉嫌性亲印尼女佣的案件 今天早上在霹雳宜宝地亭过堂 法官阿兹曼在聆听了控辩双方的陈词之后 则定案件在十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开审 为期三天 身穿白色衬衫衬衫的杨祖强 今天早上九点 在辩护律师拿督拉泽巴星的陪同下 进入医保地亭 拉泽巴星向法庭指出 辩方律师团之前已经申请将案件 移交给高庭审讯 并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 但是联邦法院的多数判决报告还没有出炉 也没有责定聆讯上诉的日期 主控官阿兹哈因此建议 在等待联邦法院的同时 乙保地亭可以先责定开审日期 一位案件的主要证人 一名女佣 已经入住庇护所长达一年 根据控状杨祖强被控去年七月七号 在乙保美路拉野镇住家房间 强奸外籍女子 触犯刑事法典第三七六之一 强奸条文 罪成最高刑罚可被判处 监禁二十年和鞭持 一名无一男子把三只活生生的猫 丢进洗衣机 将它们脚打致死 最终留下三具猫尸引起公愤 涉嫌残杀三只猫的嫌犯 今天早上被控上试了秧地庭 不过他否认有罪 二十四岁的被告 莫哈默朱纳祖安 今天早上身穿一件 游战T恤现身法庭 面对媒体的尽头 被告的神情十分淡定 根据控状被告 七月十二号凌晨五点多 在甲动一家自住洗衣店 杀害三只猫 抵触二零一五年 动物福利法令第二九之一 虐待动物致死条文 一旦罪名成立 将面对罚款二万至十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三年 或两者坚持 由于被告不认罪 案件责定在下个月十三号过堂 另外因为被告有精神问题 法庭批准他到霹雳州的 丹荣红毛丹幸福医院 接受一个月的精神观察 武统霹雳市林州议员拿督谷赛利 昨天心脏病发 骤然离世 遗体已经送回老家丹荣玛林 今天早上进行祈祷仪式之后 长眠在双溪梅冷啃植区牧场 古赛里的遗体今天早上七点半 被送往双溪梅冷啃植区清真寺 霹雳州务大臣拿督斯里安莫法伊沙 在内的一众政治领袖 也来到现场送古赛里最后一程 早上九点二十分 遗体下葬墓地 古赛里的离世意味着我国即将迎来 周一席补选 公正党批立周主席法哈斯 昨天晚上发文稿表明 蓝眼将会委派在地领袖 披甲上阵 镜头转向国际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回击中国之后 华府乘胜追击再出招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 华府将对一些涉嫌侵犯人权的中国科技公司 特定员工实施签证限制 还直接点名中国科技巨拨博华为 对于英国决定排除华为参与5G建设 蓬佩奥乐见其成 认为这是英国政府捍卫人民自由的举措 中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 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弹 美国政府也趁这机会高举捍卫民主的旗帜 不断出招制裁 控诉中共侵犯人权 而中国科技公司就成了华府的最新制裁对象 值得议题的是 英国原本在今年初同意让华为加入5G建设计划 不料一年不到马上转态 决定在5G建设中分阶段移除华为设备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记者会上 欢迎英国政府封杀华为的决定 并透露下星期一将启程拜访英国 商讨排除华为的议题 另一方面 华府稍早前针对南海课题表态 坚决认为南海领域并不是中国的海上帝国 蓬佩奥强调如果北京政府违反国际法 而自由世界却无动于衷 只会让中共掠夺更多领土 他认为自由世界不该再容忍北京政府肆意妄为 就在美中两国针对各种议题 相互开炮之际 蓬佩奥星期三在推特发文上载宠物狗和玩具 小熊维尼的合照 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戏称为小熊维尼 蓬佩奥这张照片引起各方联想 不过当事人辩称贴图并无恶意 美国黑人男子弗洛伊德遭到白人警员跪警致死的案件 引发的反警报示威余波未了 大批民众星期三 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大桥举办黑人的命 也事命集会示威抗议 爆发警民冲突 期间竟然有人拿起棍棒袭警 酿成至少四名警员受伤 纽约市警局在社交媒体发布的 闭露电视画面可以看到 好几名警员隔着栅栏 试图逮捕其中一名示威者的时候 一名手持长棍的男子突然冲过来 往警官的头部狂打一顿 让他们当场血流满面 其中一名受伤警员是纽约市高级警官莫娜汉 他曾在弗洛伊德命案之后 和示威者一起下跪 要求各方放弃暴力行为 还和非议示威者相拥 警方当天逮捕了至少37名示威者 俄罗斯修宪公投这个月初落幕 将近八成选民投票支持修宪 为总统普京继续掌权到2036年铺平的道路 掀起争议声浪 俄罗斯民众星期三晚上不过雨天 走上莫斯科的街头 收集集体签名和抗议 并高呼没有普京的俄罗斯才是自由的口号 示威者更指控公投结果可能被人操控 抗议普京意图独揽大权 根据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消息 俄罗斯警方当天逮捕超过140名示威者 其中一人是莫斯科女士议员加利亚米娜 她随后也在社交媒体证实 自己和女儿一位加入抗议行列而被捕 还透露目前已经收集到5000个反对签名 是一个好的结果 中国长江流域的灾情不见好转 江西绵船镇水位高涨 当地政府马上撤离岛上4000人 以侧安全 欢迎回来 巴西总统伯索纳罗确认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星期二展开第二轮病毒检测 他星期三透过电视直播宣布检测结果 表明第二轮报告依然显示对病毒成阳性反应 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 无论如何他将继续服用抗虐及药物 抢绿葵 希望病情很快会好起来 我已经试图了 伯索纳罗自这个月初确诊之后 就在总统府内隔离治疗 只要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处理国务 他一直声称自己健康良好 一旦再次检测成阴性 就会马上返回工作岗位 截至星期三 巴西累计感染人数达到一百九十六万六千七百四十八人 新增死亡病例共一千二百三十三宗 死亡数据总数突破七万五千宗 是全球新冠确诊和死亡数据 第二高的国家 美国新冠疫情在特朗普政府坚持重启经济下 大规模反弹 一直大力支持迅速重启经济 又鲜少在公众场合佩戴口罩的 俄克拉荷马州长斯迪特 星期三证实自己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成为美国第一位染病的州长 让他非常震惊 再三提醒民众注重防疫 特朗普政府坚持重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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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理 特朗普政府坚持重启经济 美国的首次政府坚持组 我认为我第一位领导 这种疫情 这种疫苗 我们必须小心 但是 斯迪特上个月曾经出席特朗普的造势大会 他表示虽然确诊但他身体无恙 至于他的太太和孩子们病毒检测结果则全部过关 他会按照医生的指示在家自行隔离 同时尽可能少跟家人接触直到自己康复为止 截至目前美国确诊人数突破340万 单单佛罗里达州一天内再有9000人染病 另外有132人死于新冠病毒 创下该州单日最高纪录 白宫为美国防疫势力到处甩锅 把矛头指向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 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更列出清单 细数福奇犯下的种种错误 对此福奇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就回呛 认为纳瓦罗的指控莫名其妙 促请对方停止分化和胡言万语 You know, it is a bit bizarre I don't really fully understand it You know, I think that what happened with that list that came out I think if you sit down and talk to the people who were involved in that they are really, I think, taken aback by what a big mistake that was We've got to almost reset this and say, okay, let's stop this nonsense and figure out how can we get our control over this now 对于纳瓦罗归就福奇防疫不利 之前也曾说过福奇做错的总统特朗普 这一次却罕见地站出来捍卫福奇 公开训斥纳瓦罗不应该对福奇发表刻薄言语 还赶紧淡化矛盾 声称他和福奇关系良好 而且还在同一条船上的战友 白宫随后也发文紧急灭火 表示纳瓦罗的评论文章 并没有经过白宫审核 一切言辞都只是他本人的观点而已 音乐 连日强降雨导致中国长江流域洪灾不断 江西一座四面环水的岛阵棉船阵拉向洪水警报 水位升高到21米 更一度超过了警戒线 而且有继续上涨的趋势 为了以防万一 当地官员已经马上采取行动 协助岛上4000名居民紧急撤离 中国气象局星期三警告 未来十天内强降雨都不会停止 当地官员不愿冒任何风险 星期一开始撤离居民 特别是老人儿童和残疾人士 居民分批乘坐渡轮 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搬移到河流对岸的临时疏散中心 另外志愿者也使用沙袋 加固岛上的防洪墙和低防 以防万一 坐落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康帕博物馆 星期三遭遇注荣之灾 大火迅速吞噬博物馆 让珍藏在内的艺术品差点烧成灰烬 画面上可以看到滚滚浓烟直冲云霄 所幸当地的消防人员及时赶到扑灭火事 并紧急疏散博物馆内和附近地区的 一百多人才明亮成人员伤亡 一个人需要接受药物治疗 初步调查 相信是附近一座大楼的电线起火 才会引发这次的大火 起火的康帕博物馆收藏了许多 捷克抽象派先驱库普卡的作品 消防员事发后 已经在第一时间移走展厅内的艺术品 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艺术品受损 派克再一次入侵推特 多位名人账号被盗用 变身比特匹传销骗子 推特在出现安全漏洞 这次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等 多位政商见名人的推特账号 其其被骇客入侵 变身成为比特币传销骗子 尽管贴文已经立刻被删除了 但是有消息指 诈骗者收到将近13枚比特币 而推特官方也已经承认 发生安全事故 目前正在调查和修复中 画面上这一则推特贴文承诺 任何人只要往链接里的比特币户头 打入1000美元就可以赚取双倍回报 今年推特频频传出安全漏洞 这次被外界称为史诗级的骇客事件 美国多位名人 包括前总统奥巴马 富豪比尔盖茨和贝佐斯的账号 都被盯上 用来传发比特币钓鱼骗局 在察觉账号可能被入侵之后 许多用户都纷纷发文提醒网民 这是骗局 千万不要转账到指定网址 政商见名人其其被害 那到底是推特出现保安漏洞 还是骇客技术太高呢 推特没有给予回应 仅仅承认发生了安全故障 并全力调查抢修 受影响的认证账号 也暂时被限制发文 同时无法重设密码 虽然有关贴文在发布几分钟之后 立刻被删除 但有消息指出 诈骗者一共捞到了12.86枚比特币 相等于50万令吉 而事件发生之后 推特股价盘后也大跌将近4% 在去年推特首席执行员 多尔西的账号也遭到骇客入侵 用来发送具种族主义的推文 虽然推特修复了骇客入侵的机制 但目前看来推特在安全机制方面 显然还做得不够 新冠疫情让时尚行业陷入停摆 著名奢侈品牌路易威登 也取消了新品时装秀 改成线上发布主题为 禁止旅程的2021年早春系列新装 反映当前社会因为肺炎疫情肆虐 而无法出国旅游的禁止状态 新闻的最后一起去欣赏 我是杨丽莎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